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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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來到問問多得奧的時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般木工師傅在做木櫃時 一些行內的術語 就是蓋柱和入柱 究竟甚麼是蓋柱和入柱呢? 首先可以幻想一個木櫃 就像一條柱 入柱的意思就是 那個櫃的門 就在這條柱的裏面 即是剛好那扇門就是小時候的門框 即是代表那扇門是不會凸出來的 而相反地 蓋柱的意思就是 即是說那個櫃的門 就會覆蓋了那個門框 即是代表那扇門其實就是在柱的外面 即是凸出來的 其實一般市面上 現在通常整木櫃都是用蓋柱的形式 為甚麼入柱的形式會比較少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如果遇到天氣 經常忽冷忽熱 那扇門其實有機會經常冷縮熱障 所以那扇門久而久之 如果用入柱的形式 就有機會關不下 所以現在就很少人 用入柱的形式去做木櫃 但我和大家分享的這件事 其實最主要就是 如果你要考慮 你要量身訂做一個櫃的時候 木工師傅就懂得做蓋柱和入柱 但是你的設計師 就未必知道這些行內術語 所以他們在設計這個木櫃的時候 就有機會忽略了你的櫃 究竟用入柱好些 還是用蓋柱好些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去和設計師商量的時候 就不妨考慮這件事了 今天問問多多的時間又多了 問問多多 宜蘭逐個足 拜拜